不久之前 日本媒体报道 中国三代机的数量远远的超过了日本 这让日本不寒而栗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 日本向美国购买了四代机F-35 并且采购计划 计划增加到100架 我们了解一下将关的情绪 F-35战机是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设计生产的单座单发动机多用途战机 能够负担近空支援 目标轰炸 防空截击等多种任务 F-35拥有三种型号 F-35A是采用传统跑道起降 F-35B是短距离起降 垂直起降的机种 F-35C是航空母舰舰载机型号 F-35属于第四代战斗机 落战半径超过1000公里 它具备较高的隐身设计 先进的电子系统 以及一定的超音速巡航能力 日本原计划订购42架F-35 2014年1月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 有关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新一代主力战机 F-35 日本防卫省讨论 在原定的42架的基础上增加采购量 日本防卫省决定将F-35作为日益老化的 F-4战机的后继机型 此外 还摸索将目前的主力战斗机 F-15的一部分替换成F-35 报道声称中国军机在日本海域周边的活动 日趋活跃 因此 日本自卫队计划通过提高战机的能力 来加以应对 据日经新闻透露 目前 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主力战斗机 为F-15约有200架 日本防卫省决定退役约60架F-4 采用F-35作为后继机型 另外 还将讨论 采用哪种机型作为约90架F-2战斗机的后续机型 上述战机被用于紧急升空 以防止领空遭受其他国家飞机的所谓侵犯 据称 F-2和F-35在攻击敌国舰船和被夺岛屿方面能力突出 日本政府2013年底制定了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确定了今后五年的装备品采购目标 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中明确指出 讨论采用高性能战斗机来替代难以改良的F-15 并采取必要的措施 据称 日本正在对F-15进行改良 以提高雷达等性能 不过 其中一半左右的约100架飞机难以改良 加上费用不断膨胀 因此将讨论采用F-35来代替无法改良的F-15 F-35具备优异的隐形性能 很难被雷达探测 日经新闻透露称 作为F-4的后续机型 日本防卫省已办理完相关采购手续 将在2014年3月之前采购6架 从2015年开始的5年内 采购28架 计划合计采购42架 因为还将用于替代F-15 所以采购数量将进一步增加 报道认为 如果将未改良的F-15全部用F-35替代 日本防卫省将追加采购100架左右 由于F-35的单价高达约160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9.36亿元 因此 日防卫省必须与财务省进行调整 此外 关于F-2的后继机型 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指出 除了讨论国际共同研发外 还将提高日本国内企业的 战斗机相关技术 高性能战斗机的开发 成本巨大 F-2的后继机型 很可能像F-35一样 开展国际共同研发 日经新闻分析认为 如果届时日本国内企业的 技术水平不断提升 则易于掌握开发主导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